古代皇帝如果上朝时候遇到了剑盘侠会怎么处理 子玛天的史记里倒是记载过这么一件事 说有一年的朝会上 匈奴的使者来到长安向汉朝提出和亲 汉武帝就把这件事提出来说问朝臣怎么看 这个时候一个叫狄山的儒生站出来了 对汉武帝是一顿狂奔输出 说打仗这个事啊不是什么好事 咱们能争取和平就和平下去 别动不动就去亮刀子 当年太祖高皇帝刘邦打匈奴 结果被人家匈奴人困在了白登山 最后还不是靠和亲解决的问题 咱们也都是好好的和人家匈奴和亲 这扔个女的过去天下能开平好几年呢 结果汉文帝一上来看到匈奴入侵憋不住了非要去打 搞得边关那一带是一片萧条 还有你爸汉景帝刚上来的时候呢 也是要收拾这个要收拾那个 最后硬是逼出了无主七国之乱 把你爹急的那是一个直蹦脚 等七国之乱平定下去了 没有战争那老百姓这可过得要好太多了 这位儒生举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打仗永远不是好事 只要维持和平那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拿刘彻的老祖宗举完例之后 就开始说汉武帝了 说你一上来就要打匈奴 搞得人困马乏花钱死人 还不如合心呢 汉武帝听完这份言论之后呢 转头就问张汤说你怎么看 张汤就很瞧不起这个儒生 说他这个人呢太蠢无知 没有想到敌善来劲了 说我虽然蠢但我忠诚 至于你张汤每天待人严苛 什么都管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诸侯王和朝廷的关系都处不好 你这种人才是奸臣 我们都知道张汤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帝 是执法的时候 哪怕是皇亲国戚也都不放在眼里的典型 这种人汉武帝是最喜欢了 你一个没干过实事的儒生 谁都看不上 就弄得汉武帝很不爽 直接开腿说你这么厉害 那我派你去边境管理一个郡 你能不能够让匈奴不来抢劫 那狄山就懵了说不能 汉武帝又说那你去管理一个县 能不能保证匈奴不来抢劫 狄山又回答不能 那最后汉武帝就急了 说那你去管理个边赛 能不能管得了 这会狄山就真害怕了 他心里知道如果再说不能 汉武帝肯定的扬了他 只能硬着头皮就回答说 可以 结果狄山到任之后的一个月 匈奴人袭击了要塞 砍了狄山的头 乐呵呵的回去了 狄山最终还是为朝廷捐了区 无论如何他都是忠臣 但是从对话里面就能够发现 在封建王朝的中期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再像早期那种 从基层逐渐打拼上来 相反都是脱离生产和实践 凭借自我的生活条件和利益 来判断朝廷的需要 这就使得朝廷越来越脱离 王朝发展的正轨 如果汉武帝听了这些人的话 那汉朝才是真的危险了 毕竟汉景帝的时候 匈奴的势力距离长安 已经不到三百里了